电影一开始 菲尔娜作为英国皇家法院的法官大人 对连体性二案作出判决 保留其中一个生命 但是婴儿的父母显然对这一判决结果不满意 法庭外响起了群众抗议的呼声 助手也特意交代了让菲尔娜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 回到家中 菲尔娜又开始翻阅另一个案件的资料 这种忙碌的状态让菲尔娜无法顾及家庭 忽视了和丈夫的沟通 而需求没有感受到父亲爱爱的丈夫 对此也是日渐不满 她甚至直接公开表示 这样菲尔娜又生气又诧异 女人的直接告诉她 丈夫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有了外遇的对象 这简直是无法被延连的情维 接着丈夫跟她表露心声 她说能理解菲尔娜的忙碌 而她需要的仅仅是能感受到爱爱而已 但此时的菲尔娜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 沟通勿过 丈夫收拾东西离家出走 看着冷静的房间 菲尔娜脑海中又浮现了两人美好的回忆 总然世间有过满不如意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菲尔娜整理好情绪 开始一个新的案件 一个17岁零9个月的男孩名叫亚当 身患白血病急需输血配合治疗 可是亚当和他的父母都拒绝接受输血 医院认为男孩属于卫生年 没有权利拒绝输血 都是因为父母和教会的教唆 所以医院把亚当的父母告上法庭 召告父母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 而放弃儿子的生命 并且当庭请来了血液增加 分析亚当目前病情的严重性 和输血的必要性 父母的辩护律师则表示 拒绝输血完全是亚当本人的意愿 因为亚当已经近乎成年 他完全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在他看来 自己体内留着别人的血液 是对上帝的不尽 他宁愿付出生命 也不愿违背自己的信仰 而且父母是深爱自己的儿子的 他们尊重儿子的信仰和选择 双方各执一丝互不相让 即使休天二十分钟后依然如此 菲尔娜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 他要亲自去见一下这个男孩 躺在病床上的亚当脸色苍白 对于菲尔娜的到来 他显得格外的兴奋 亚当试图用自己的信仰来说服菲尔娜 但是菲尔娜的提问却让他激动不已 回到法庭 菲尔娜做出判决 他向领医院给亚当进行输血治疗 看着亚当接受了输血 病房外的父母相拥的洗击二气 对于菲尔娜来说 亚当的案子已经结束了 他又回到了忙碌的生活当中 同时还要面对已经出阁的丈夫 丈夫出阁的理由在他看来 荒唐又不可原谅 即使丈夫请来两个小家伙 缓和气氛 嫌要请求和好 菲尔娜还是让助手请了律师 准备起诉离婚 树立案件 和伙伴练习演奏 为圣诞晚会做成呗 跟助手一起去牛卡塞尔参加聚会 生活看似平静而又平淡 似乎菲尔娜已经习惯了这种分开的生活 只是她的内心 依然悄悄泛起了波澜 到了圣诞晚会这天 菲尔娜和丈夫一起参加了晚会 在上台表演之前 助手托人给她传来一张小纸条 看完纸条上的字 菲尔娜突然变得神色慌张 当伙伴提议要唱之前排练的另一首歌曲时 菲尔娜出乎意料的自弹自唱了起来 歌声很美 但是还没唱完 菲尔娜起身就往外跑 甚至连个招呼也没打 原来助手传信告诉她 亚当救急复发被送往医院 但此时的亚当已经成年 开始说起 当时的亚当已经做好了放弃生命的准备 但是菲尔娜的到来却带来了转机 她成熟 高贵 睿智 她可以优雅的唱出亚当演奏的最好的一支曲子 这支曲子也就是 菲尔娜在晚会上唱的那首诗《沙里花园》 从菲尔娜这里 亚当不仅看到了深的希望 还感受到了诗和远方 孕育出院的亚当开始疯狂追求菲尔娜 不停的打电话留言 甚至偷偷跟踪菲尔娜被发现后 害怕写了很久 却没有寄出去的信塞给了菲尔娜 不出意外的是菲尔娜拒绝了她 但是她的举动依然出动了菲尔娜的内心 亚当没有轻易放弃 他暗中追随菲尔娜来到了纽卡斯尔 在管家的安排下 两人又一次见了面 交谈一番之后 菲尔娜发现事情已经没有这么简单了 现在的亚当完全把她当成新的信仰 她不经意间的一句话都能让亚当喜笑颜开 就像之前伙伴说的那句 但是成熟的菲尔娜显然不会接受这段感情 他让助手给亚当喊了一辆出租车 送亚当去火车站 亚当哭着请求菲尔娜让自己留下来 但是亚当亲吻了菲尔娜 他却没有拒绝 看着远去的汽车 菲尔娜显得有些失落 回到家以后的亚当 拒绝了和父母一起去参加王国聚会 他独自来到教堂 空旷的教堂让他感到很无助 很迷茫 这一刻亚当万念俱灰 菲尔娜打车来到医院 奔跑着来到亚当的病床前 面对已经非常虚弱的亚当 菲尔娜劝他珍惜生命 或许他对两人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可能实现 但是亚当的态度很坚决 他只回答了菲尔娜一句话 失魂落魄的菲尔娜回到了家里 找出了亚当写给他 但是他还没有看完的信 读完信才发现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疏忽 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自责惋惜 这时丈夫也回到了家里 看到菲尔娜狼狈的样子 丈夫赶忙上街安慰她 开导她 菲尔娜跟丈夫说了亚当的事 丈夫问菲尔娜 你是爱上她了吗 菲尔娜就参加了亚当的葬礼 看到亚当的遗体下葬以后 菲尔娜才哽咽着和丈夫一起离开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吧 影片用一宗二创案件的判决开始 接下来的剧情看似跟电影名称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 但其实这部电影的主线是在刻画信仰 感情和人性之间的问题 换穿整个剧情的关键词只有两个 一是反差 二是反思 连体婴儿 婴儿的父母宁愿接受两个婴儿保持现状 直至心脏衰竭致死 也不愿接受牺牲其中一个婴儿来保全另一个的判决 菲尔娜为了挽救其中一个婴儿做出的判决 在歪掘舆论看来无异于谋杀 可是到底什么才是救赎 什么才是谋杀呢 假的答案 整个法庭辩论用了十多分钟 父母的态度也很明确 他们支持儿子为了信仰而放弃生命的选择 但是真正当儿子接受治疗能重获新生的时候 他们却又表现得异常欢喜 这种反差不禁让人唏嘘 信仰和生命到底孰清孰众呢 再看菲尔娜和她的丈夫 起初面对出轨的丈夫 菲尔娜态度很坚决 不会原谅丈夫 并且准备起诉离婚 但是电影到最后还是选择了和好 这个感情线的反差看似坚强 但是纵观整个剧情 我们可以理解为菲尔娜的自我反思 以及对丈夫仍然是有夫妻感情的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亚当吧 从放弃希望到重获新生 再到希望破灭 亚当在这部电影里就是个悲剧的存在 选择信仰是对是错 还有对于菲尔娜的爱到底是对是错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 显然没有这个去评价 但是亚当的经历却不得不让我们反思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小伙伴请点一下关注转发 给我支持和鼓励 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对了 我还想再说一句 对于触轨 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行动上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且心且珍惜吧 我是黑雷 不黑好电影了 黑雷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